開始喔 來,機械基礎實習 這是第幾章啊 沒有人知道 機械基礎實習 哎呀,這是第十章耶 這個少寫一個十 趕快寫一張 你看,這是彩蛋 五張,第十章 題目叫做端電與外鏡車銷 端電與外鏡車銷 你們在機械工廠有車過這個斷面對不對 是先車斷面還是先車車銷 先車斷面對不對 有個圓光棒 對不對 放在夾頭裡面 你們在機械工廠裡面是三爪夾頭 還是四爪夾頭 四爪 真的嗎 三爪好還是四爪 四爪 四爪比較穩定 超市民 你不錯喔 三爪比較穩定 你講的字最有水準的話 好嗎 我插這樣一個字 江峰折罪 你才一個字 你如果今天三節課下課 都表現很好 不追究這個東西 好不好 可以吧 越表現越好 越差越遠 越重 三爪齁 你在用夾頭反手的時候 他三個爪會一起移動 所以他會自動對正中心 但是四爪你要調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夾頭反手 各別去調整各個爪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所以一般我們會現車端面 車端面的時候呢 你的弓箭 車高的刀口 車高刀口在這邊 是四爪比較穩定還是三爪 是 我覺得三爪比較穩定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自動校正中心 他在做這個理由 是喔 對 所以你說三爪比較穩定 他說四爪好像剛剛說什麼 你剛剛講四爪 沒有 我說三爪 我剛剛沒有說四爪 那我聽錯了是不是 你說三爪還是四爪 三爪 那你說 來 這個就叫做 車刀 側面 這個叫做 擋卡 所以你對齊的時候 用這個尖端 對齊 弓箭 端面的中心 對不對 那到時候 我們車端面的時候 會先出車 再經車 對不對 出車的時候 要補充 外面 車道 他用這個旋轉 從外面 車道 中間 經車的時候 你這時候 你這時候 也會進刀一點點 經車的時候 從中間 往外 知道嗎 所以刀子是這樣 就是在轉 側面是這樣 轉 轉 轉 你這樣進刀完 對不對 你會先撐 關面 所以那時候 蕭老師 是不是先從暗夜 往內車 出車 對不對 然後再從中間 進車 有沒有 蕭老師有沒有 抄給你們看 你們每一個人 有沒有自己撐過 有嗎 有 蕭老師在那邊 江本兄 沒有欸 非常 你有看過他發大痕 沒有 曾經有一個同學 在那邊 網顧 安全 在機械工廠 跑來跑去 他生氣 他就把車蟲拿起來 他生氣 他就把車蟲拿起來 砸 你知道嗎 這浩克人 浩克人 我跟你講 他練胸肌 再來 夾頭有分三爪連動 三爪連動 就是三個一起動 一個是四爪單動 單動 顧名思義 只能一次次個別調整 懂嗎 所以連動的時候 你用那個夾頭 把你手一夾 三爪會一起動 對 這樣是夾持攻陣 夾持攻陷 那他個別呢 他有個好處就是 三爪可以自動對陣中心 剛才老師講過了 但是四爪呢 他無法自動校正中心 所以他必須要花更多時間去校正 所以這個叫做廢時 來 踩這樣就在這裡 那你會說老師四爪這麼差嗎 沒有嗎 四爪也有他的優點 就是他很適合夾持一種方形的柱體 或者是不規則形狀的弓箭 或者弓箭尺度特別大 我們可以用四爪 這個大D叫做大直徑 D叫做直徑 尺度比較大的一些弓箭 三爪的甲個弓箭的指徑 沒有像四爪的弓箭直徑這麼大 OK齁 好 再來 現在介紹車刀的安裝 這裡是放一個車刀的側面 我們弓箭是夾著 車刀就在這個方向這樣側 請看側面 就是這樣看 車刀 這個前面 這個叫刀刃 寫上去喔 刀刃 這個叫刀底 放在刀架上面 這裡會摔螺絲 對不對 有時候沒有對準中心的時候 下面會放電鍵 對不對 電鍵使用的原則是越少越好 因為越多電片 越無所動 再來 刀柄在裝的時候 蕭老師有教 刀柄越靠近裡面越好 也就是你的刀刃 或刀口的部分 前面不要太凸出來 這樣 會懸空 懂嗎 這個蕭老師應該有教 這叫車刀安裝的重點 我只講這樣重點 其他的安全守則 你們在機械工廠 大概都有學到 再來 切消速度與進擊 進擊又叫進刀 我寫一下喔 進擊 話號 進刀 切消速度的符號是V OK 那什麼叫做切消速度 老師有把定義寫在這邊 弓箭外的一點 與刃口 刃口就是這個地方 與刃口的相對切線速度 所以它其實是那個接觸點的相對速度 叫做切消速度 切消速度 所以我們用大V來表示 它的單位是 每分鐘 多少 幾公尺 每分鐘幾公尺 看得懂嗎 好 講完了 那這裡就會牽扯到一個很重要的 切消速度公式 在那邊 V等於 拍DN 足以1000 拍 就是在上它圓中 拍 直徑 等於 圓中等於直徑乘上拍 對不對 D 弓箭直徑 N 轉速 RPM RPM 英文叫做 每分鐘幾轉 對不對 我們學過 有喔 RPM 你們在 你們現在有沒有修 基礎物理 有 有 RPM 問基礎物理老師 RPM RPM叫做 Round Per Minute RPM 再來 Round 那你會說 老師為什麼要注意1000 因為我要把公里 換成公尺 一公尺等於 1000公里 所以你要把公里 換成公尺 你就要注意1000嗎 公里叫做 MM 這個你們要知道 MM 我都放彩蛋 OK 那你會說 老師 這個主軸轉速 怎麼去決定 我把重點寫在這邊 也就是你的N RPM 什麼情況下你的主軸轉速要調慢一點 寫在這邊 第一個 第一個 你的實際越大 我的轉速就要越小 第二個 你的刀具越軟 我的轉速就要越小 對不對 刀具越硬 我快一點沒有關係 但是越軟 你速度要放慢一點 免得車銷 會插刀 刀具的斷練 知道 再來 弓箭如果越硬 對不對 越硬 硬 硬或硬危險 硬 我速度要放慢 再來 如果你是出車的時候 你的速度會放慢 也就是你的主軸轉速會放慢一點 主軸轉速你們在一個車台 車床可以調整 知道 出車 速度會放慢 金車 速度會放慢 快一點 講完 再來 剛才現在要講這個進擊 進擊又叫做進刀 英文叫這個 英文叫Feed Speed 進擊率 如果你加一個率 就是跟速度有關 就像速率 它跟速度有關 什麼叫做進擊率 定義在這邊 弓箭轉一圈 車刀前進移動的距離 那你就有一個問題 是進擊率 弓箭再轉 我這樣進刀 有橫向進刀 我從上面看 這個角角色是刀 我有橫向進刀 我有橫向進刀 我也有橫向進刀 對不對 所以進擊率 有兩種 一種是橫向的 一種是橫向的 什麼叫橫向 因為這是旋轉軸 這會旋轉 所以這叫橫向 所以進擊率有分兩種 先把這個觀念搞清楚 進擊率的單位是什麼 因為是每轉一圈 前進或移動的距離 所以是REV分支 前進或移動的距離 不會太大 都是MN級的 OK 所以進擊又叫進刀 再來 老師這邊 有畫一個 甲頭 這裡藍色的就是空箭 這裡就是車刀 這個是這樣看的 這是這樣旋轉 你看喔 紅色的叫做橫向進刀 它就會牽扯到進刀深度 紅色的 這叫橫向 這種方向叫做 軸向進擊或軸向進刀 它們各別都會由一種手輪去後置 前後的這種方向叫橫向的 會有橫向手輪 這種方向的是縱向手輪 縱向或者叫橫向手輪 都可以去控制 所以你會在這個床圍的地方 有一個手輪 有沒有網路 對不對 有兩個手輪 再來 那你會說老師 靜體力的大小有什麼關係 我全部整理在這邊 什麼情況下進擊率可以大一點 也就是我的進刀或進擊 垂直或橫向移動可以快一點 什麼情況下可以快一點 第一個 弓箭軟的時候 弓箭越軟 越好切削 越好車削 所以 第二個 深度小的時候 也就是你的進擊深度小的時候 你的進擊率可以多一點大一點沒有關係 對不對 再來 你的切削速度快的時候 切削速度快 表示它尖端的相對速度快 對不對 你進擊率就可以大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它很快就轉一圈 越粗糙 如果你的加工是要出加工的 你的進擊率大一點沒有關係 如果你要進加工的 你就進擊率小一點 再來 如果你本身會加切削劑的時候 切削劑等一下老師再講 如果你有加切削劑 因為有潤滑 對不對 你本身的進擊率就可以大一點沒有關係 OK 好 那接下來老師要介紹一下 這個橫向進刀 剛才這裡 所以拉開這邊 橫向進刀 橫向進刀的時候 也就是弓箭 這樣上 下 橫向進刀 它會用一個橫向的手輪去控制 橫向進刀呢 它本身會分兩種 一種是直徑進刀 一個是半進進刀 它是有兩種 就看你們在機械溝槽 有沒有哪一種車床 什麼是直徑進刀 就是它的手輪一格 大概是0.05mm 所以你往前走一格 它的直徑就是少0.05mm 這叫做直徑進刀 那半進進刀呢 走一格也會少0.05mm 那為什麼叫半進 因為它的一格是直徑進刀的一半 0.05mm 所以你再算 你看喔 雖然他們 都走一格 直徑都會少0.05mm 但是一個是直徑進刀 一個是半進進刀 它就差在它橫向進刀 手輪那一格的單位 看一下看一下 所以人家路路靠視為你 直徑進刀 叫半進進刀 它前進一格或半進一格 它會少多少 或是少0.05mm 只不過差在一格的寬度長度而已 快要講一半 再來 消除進刀間隙 它這裡在講的是手輪進刀前 有時候我們要先進刀 我們要先退刀 退刀 讓它那個 滅合的地方 消除它的間隙量 所以老師這裡寫這邊 你在進刀前 必須先退刀 超過床臺的間隙量 床臺的間隙量 所以你們像小老師在教的時候 你們不會直接先進刀 你們會先退刀 再慢慢進 這樣它才會消除它的進刀間隙 請講完一半 待會要檢查 接下來要介紹切削率 切削率其實是切削阻力 是切削阻力 我們用AF代表 什麼是切削阻力 就是 你弓箭在切削 弓箭會給刀具的作用力 所以它本身是作用在刀具上的 那作用在刀具上的 本身就是一個阻力 所以叫做切削阻力 或叫做切削率 那切削率呢 它這邊呢 就老師成立 什麼時候切削率會增大 切削阻力增大 切削阻力大 其實不是好事 知道嗎 所以切削阻力什麼時候會增大 進刀量很大的時候 再來 切削深度很大的時候 你想一下很合理對不對 斜角太小的時候 斜角變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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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力會比較大 這樣斜角大 再來 修毛邊 修毛邊一般我們是只去除尖角0.3圓面一下 0.3圓面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0.3圓面以下的 我們叫做去除毛邊 如果大於等於0.3圓面以上的 我們統稱叫做去倒角 我這裡有寫 或叫做去角 所以你們在畫極限制度的時候 不是會倒一個四四五度的倒角 有沒有 未標注之遠角 未標注之去角 在畫圖的時候 右下角有沒有 大概都是0.5mm 或0.5有沒有 或者叫1 所以它是大於0.3mm 對齁 小於0.3都叫毛邊 OK 那你怎麼去修毛邊 基本上用的是老腳車刀 或者是用一種東西叫做油石 都是傾斜45度角去掉它的毛邊 OK 好 再來會講完了 最後我們再介紹弓箭的測量 我們用的工具 無非是油標趴子 當詞 分離卡 老師特別把精度寫在後面 哪一個精度最小 分離卡最小 分離卡就是它會有一個套頭 用旋轉的 精度是0.01 它最小 第二小的是 油標趴子 就是你們現在在用的 它的精度是0.02 精度最大的 也就是最不準確的 就是鋼匙 鋼匙只有0.02 鋼匙精度是0.02 這樣OK喔 所以哪一個最小 這個最小 我們用的就是最中間的 對不對 我們克力有沒有要求 各位要買鋼匙 沒有 所以這個是大 中 小 再來 好 介紹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這個 你們現在有沒有下到 還沒有下到 這裡 就會牽扯到你們的 臨級 以及 這裡 老師有誤了 所以我這裡就大概 介紹一下 表面粗糙度 什麼是表面粗糙度 就是表面的 凹凸的程度 表面粗糙度 基本上分為12級 所以你們有時候會 下什麼 什麼 RA0.00 什麼 energía50 RA25 像這幾乎 RA6.3 數字 越大 Nation 數字越小 緊繫 就是這樣 那表面粗糙度,它的單位是μm 再來,它分兩種,一個是RA,一個是RZ 哪個比較常用,這個比較常用 打勾字這個,我畫號寫常用 常用的這個叫RA,叫做算數平均的粗糙度 叫算數平均粗糙度,或叫算數平均粗度 RZ的叫做最大高度粗糙度,或最大高度粗糙度 這比較常用,這頁間比較常用 算數平均就是平均值 再來,表面製作符號,這裡 這樣畫,一般你們用模板 模板,你們有沒有買模板 那種黃色的板子 有買齁 這上面就有表面製作符號 這裡這裡,間隔大概是60度角 所以它是一個正三角形 以這個打勾勾,什麼都沒有的 這是允許任何加工,或者不做任何加工 這種 這種有三角形的,這種上面有一個負的 多一個負的,就是必須去除材料 這個會用到 還有一種是沒有負號 對不對 但是中間有個圈 這種叫做不得去除材料 圈就是要留下來 如果你發現在這個轉折處 開根號的左上角這邊 有放一個圈圈 就是代表該試圖的封閉曲面 都要用這種表面製作符號 適用於這個封閉曲線 這樣嗎? 可能你們目前還沒有碰到 我就先講 再來 表面製作符號有不同的位置 A B C 柱 E 你們常寫這樣有沒有 我們RA 5 RA 6.3 這五可能沒有寫 RA 6.3 它就是寫在A的位置 代表單一表面製作參數 那我現在介紹每個位置 這根號這個 前面這個叫做加工郁度 D D這個是表面紋理方向 紋理方向 C最上面 這是加工方法或表面處理 G 不可以 下課再去 我知道 你去拉 拉那個 垃圾桶 拉的垃圾桶 拉的垃圾桶 1分鐘給我 1分鐘給1分鐘時間 不行 給我1分鐘時間就好 不行啦 徐老師有搶蛋 你們班老師有搶蛋 謝老師 謝老師 對啊 處理 有車銷或洗銷 所以你就會在這個上面寫 車銷或洗銷 看哪一種加工或處理 方法 OK 那一般我們寫在這邊 代表單一表面紋構參數的要求 如果你有第二個 或者是更多表面紋構的參數要求 你就會用到第一這個位置 不過一般比較少用 所以這裡是單一的 這是第二或更多的 那你要記的時候就這麼記 這看起來就像一個文字在盯你 對不對 所以老師這麼記 預文一處一二 預到文字你處理的方法有 一二這個SOP的步驟 有沒有 預就是預渡 文就是表面文靈方向 處就是表面處理方法 A就是一 那一表面支構參數 二第二或更多表面支構的參數 這樣嗎 這樣OK 那你說加工郁度 如果這裡寫3 就代表3MM 你的加工郁度就是3MM 這樣OK 那如果表面文靈像這種 放一個垂直的 表示你的弓箭 文靈 弓箭是這樣 橫的 你的文靈就是直的 表示你的文靈 必須是垂直下來的 好 我把這個東西 補充在這邊 OK 好 那現在介紹這個A跟B這邊 放在這邊 老師放這邊 RA5 6.3 特別講 R 表面廣闊 有三種可以選 R W P A 是特徵 可以放A或Z 所以像這個東西 有沒有 它就是放R A RA是剛才說 比較常用 A就是特徵 R就是它的表面廣闊 5 5是平常常用 它是代表平估 長度或取樣長度 如果寫5就代表有5個取樣長度 這個知道就好 比較少用 6.3 這個要會用 這個常用 我們從50 25 往前邊 12級 50是最大的 表面出道路是最大的 50 25 下一個就是12.5 12.5 下一個就是6.3 12.5 除以2 6.25 6.25 4.25 6.3 以此類推 這個叫做 限界規格 限界規格 這樣OK 這樣 這個就是用在A跟B這個位置的東西 平常我們寫大概是RA6.3 用到這樣 至於你要用什麼 老師有另外一個目的 你再去看 那個1.0級的那個 最後介紹切消劑 切消劑分兩種 水溶性 非水溶性 水溶性 冷卻為主 切消劑有兩種功能 一種是冷卻 一個是潤滑 如果是水溶性的 導熱散熱比較好 所以它是冷卻為主 如果是非水溶性的 比如說像是礦物油 我們就會以潤滑為主 知道嗎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是水溶性 舉例 滴水溶性 滴水溶性 這樣子 好 這樣子我們就把第十章所有的重點都寫完了 都講完了 等到你們 上到這一部分 你就會比較有概念 OK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好 待會老師要檢查你們的筆記本